为了兴建三站纳谷墙,秀林乡公所公告墓地起决补助办法 即使起到12月底,三站公墓正进行申请起决墓地作业 希望可以决出一片空地来兴建纳谷墙 而未来三站公墓就有一处可以放置仙人的地方,解决墓地不足的问题 为了解决景美村三站公墓墓地不足的情况 华丹部落在108年12月26号召开部落会议来行使同意前的行使 获得半数以上的村民的同意 并且在即日起到12月底前进行景美村三站公墓新建纳谷墙墓地范围目击起决的作业 对熊乡公所兵葬管理所的政策,村民们则是相当的肯定 觉得很好啊,因为三站墓地范围目的福源不大 现在这个公墓也是满了,那做纳谷墙是比较繁宝 从这样开挖到现在就了解到,他做纳谷墙来讲的话 对百姓对将来的人也有好处 最起码你不用到别的公墓去,还是在我们三站公墓 三站村民可以向熊乡公所兵葬管理所申请取决之后 就可以决定自己找哪一家葬仪式来进行取决 来进行活化,用程ON,等到纳谷墙新建之后 就可以放置在里面了 记得喜欢小伙伴老